我給你騎到新家燈子 不要騎 我給你 據內媒報導 8月15日 上海有個伯伯 開電動三輪車亂過馬路 他不小心撞到一輛黃色法拉里 網傳片段拍到 伯伯停車 與法拉里的車主協商 法拉里車主透露 他的車是以450萬人民幣價格入手 即是大約481萬港幣 當時在等紅綠燈 伯伯想壓線越過他向前走 撞到他之後還想開車走 法拉里的倒後鏡被刮花了 但事後車主不想追究 800賠了190人民幣 即是大約203港幣 就了事了 而網民都大讚 這個車主很大方 有炮軍 內地有不少老人家 駕駛電動車過馬路 但又不將手交通規則 造成駕駛者的不變